很开心的能够在视频面前跟各位分享福利理财系统 然后为了这个系统的诞生,最主要是因为我们都向往着一个梦想 但是因为现实面的关系,那我们有梦不敢想的 所以我们越没有梦想,是不是?是因为我们多数的朋友不知道 我要完成梦想之前,我必须完成什么?要完成梦想之前 我们必须先完成一个叫做自由,也就是全家人可以财富自由 全家人不用再工作赚钱,这个 那要完成这一块的话,要有一个 大家应该要很懂的一个叫做资产负债表跟收支平衡表的运动关系 那也就是说,大多数人他有一个收支平衡表的观念 也就是他赚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 如果这个人他的收入高于他的支出,他可以存下来的钱 那他存下来的钱,他就可以拿去做投资嘛 那多数人都是想说,我存了这些钱开始来做一些投资,对不对? 那多数人不知道如何去管理一个叫资产不代表 甚至他不知道如何去填写他,只有一个收支平衡表而已 所以如果我们存下来的钱,这个钱的话,能够为我们赚钱的话 他就是一个资产,对不对? 然后我们存了一些钱的话,都会去买入一些房地产 或者是股票或者其他的投资 但是如果买房地产的话,必须准备了一大笔资金 所以入门是非常困难的 好,但是他的成功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如果我投资股票的话,他入门是简单的 但是他成功是比较难的 然后如果我们有了资金的话,我们可以在这边布局 但是因为房地产也好,股市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投资也好 我们多数人的资金是比较紧张的 那还有就是专业上的问题啊 还有就是我们工作比较忙碌 没有时间去管理我们资产的这些问题 所以常常造成朋友他投资了一些标的物 结果造成了一些血本乌龟,投资失利嘛 那如果我们要完成我们的自由,梦想的话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是 只要我的收支是平衡的 然后能够在资产上能够有很稳定安全的一个获利 让资产产生出来的一个非工资收入 然后这个非工资收入 慢慢的大于我们全家人总支出 我们全家人就拥有自由的时间了 那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们全家人的支出可能是15万 那只要我的非工资收入大于15万 是不是我们全家人就不用工作了 所以我们全家人一旦不用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完成我们的梦想了 是不是? 所以才会有这个负利系统一个诞生 那它的优点就是说 有专人来帮我们管理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跟收支平衡表 那我们产生出来的高获利 然后不断的再滚进去产生的一个负利 这样子 那所以以下你看到的都是一些负利系统跟其他 不管是房地产股票 或者一些传统的互助会的一些做比较 然后你看完之后 你觉得你想要更深入的了解 你可以去找一下 你介绍你的朋友 你的推荐人 留下你的资料 请他来跟你细细的来说明 那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那谢谢各位